嗨 你又来啦 你又来啦 不准咬我啊 不准咬我 今天是我在尼泊尔的第四天 第一次出远门要去杜巴广场去了 这个是我的司机 今天该还价从500还到400还到200 然后刚才他非得要我240我就该硬货还到200块钱 今天有一件事特别生气啊 我有个印度朋友 他说 跟我带我一块去一个地方去玩 我等着他有两个小孩突然不去了 说今天工作比较忙 也不早一点给我说我这等还等半天 所以我就换下地方现在直接去 杜巴广场吧 而且还5点就要关门了现在是 这边时间的一点 不不不不 我看我的视频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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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个导游老跟着我 这跟着我 我刚到这 我已经到达了杜巴广场了 这个就是杜巴广场 这个 一个建筑物吧 然后前面有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像 白宫 有点像国会 我对这个 没有做好功课 刚出门的时候天气挺好的现在开始下雨了 就是这次这个白色的建筑物我觉得好像 好像白宫啊 我现在我去买票去里边看一看了 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奇异博士 我就觉得好像描述尼泊尔这边的吧 就觉得挺好看的所以我就要打卡 在这边看一看 这边看杜巴广场这边真的挺震撼的 让我想起真的前段时间看那个 奇异博士 里边出现的一些画面 这是现代跟古代相结合 很多人来这打卡 这个大叔这个人还在打我 还在想让我买票 漂亮的建筑屋 这个就是加德满多杜巴广场这边这个票 外国人的话就是 1000块钱 然后如果是他自己人的话就150块钱 是工作人员给我的 现在我们要去里边 进去吧 杜巴广场进来之后呢 这有很多小孩玩游戏的 有很多 摆摊的东西 但是我劝大家啊 在这儿一定要小心一点点 就是这儿有很多野的导游 他会一直跟着你 然后一直问你一直问你 还给你推交一些 假的东西 反正我没有 在这边呢 我就想一个人逛逛 因为 这个导游特别多 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还有一点就是 出来玩嘛 有时候这个人会耽误你的行程 因为虽然他们知道的地方确实比我们多 但是我觉得好拘谨 我就想一个人走走 一个人看看 这样就比较方便很多 或者说跟自己朋友那种的 我也知道很不容易啊 你像这边其实很多导游了 卖商品的 你都能听到他们说中文 说韩语 说日语 还说英语 因为这个国家你我来这这一天发现真的 外国人特别多的 美国人啊 德国人啊就是 西方那些人就特别多 中国人看到的其实也不少那些商家 所以我在这我不想 不想跟他们有任何联系 就想我自己走走看看 逛逛 我发现我今天来这 没有做好攻略 来坑了 就是 他只有这一块小 地方 竟然收了我1000块钱 一般露逼 关键里边还不让进啊 那我来这干啥了 里边这还在装修 有一点点 小小失望 这边就是 杜巴广场这边有很多卖样品的 小商贩们 然后他们会说中文会说你好 你好 只会说你好 我刚才看到我真的挺惊讶的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刚才我在这来的时候有很多小孩了 穿校服的 我以为是学生来这免票呢 没有想到看到了吗 这儿是个学校 上面写有School 是个学校 所以 解开这个问题了 要不为什么这儿人这么多小孩 原来是有 小孩在这上课 我觉得应该不会让我们上去吧 这儿还有警察 警署 上面是学校 啊我现在心情好烦啊 刚出门我就特别小心注意 我身份害怕把我的衣服弄脏了 因为这个白色衣服 不太好洗 但是刚才打那个车 在车上弄这个东西了 特别脏 我刚刚洗的因为白色衣服特别难洗 而且花了我一些钱 没有想到这么小心注意在这儿弄脏了 我现在换了个位置 坐在这个地方了 他们刚才很多人在这打卡拍照的 还有很多收费的 然后人特别多 我现在就等人少了来这个地方了 有阳光 照着我好像还白一些 我真的发现了啊 不要相信一些图片 不要相信一些什么 知名圣地 还是要去那种自然警官那种 人有少 还没人坑你 在这儿 各种导游 烦死了 还有各种上来给你要钱呢 特别多特别多 所以出门再办 照顾好自己吧 在这儿暮一下阳光真的好 好舒服 今天天气真好 来尼泊尔这一天 是 第一次看到太阳 第一次 现在在这个时间来的不对 如果是早上这个时间的话 在这儿能看到一堆鸽子 但这种鸽子有可能就跟公园里边那个鱼似的 它都不怕人 你走进来它也不是很害的 我现在我手上没有吃的了 如果有吃的我会给鸽子拿一点 而且没有吃的 我们小孩过来了 好可爱 我刚才 我以为就只有这个地方的 这个大哥给我说一下 他说 在里边呢才能进去 我傻不拉几的 我自己一个人还在这儿站着呢 啊 傻死了 我说我今天买门票是不是买亏了 原来是在里边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往里边走吧 往里边走就走吧 我真的失散了 原来这才是最大的这个广场 这儿有好多好多的鸽子 还有很多 给东西的 让我给来了 让我喂养这个鸽子 不拉不拉 我还有接下来更多行程呢 不拉不拉 我还有接下来更多行程呢 谢谢 一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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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这边的时候已经很多人给我打个招呼了 千万不要跟他们拍照 千万不要跟他们拍照 全部都是要钱嘛 所以出门在外 一定要小心 安全最重要 外公被坑了被骗了怎么办 哇好神圣 还有尼泊尔的国旗 不用不用不用 不太贵 不用不用 这个真的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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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谢谢啊谢谢 这个很好 谢谢谢谢不用不用 这个买了笔心 不了不了 谢谢谢谢 谢谢 他们这些人年一直跟着我呢 然后这个大妈就说买吧买吧买吧 不买不买不买 今天没有想买的这个东西 然后刚才还有个导游问我 就一个半小时我可以陪着你 要不要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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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贵 一百 不用不用 一百 一百 他一直问我一直问我 买了 不买了 一百 谢谢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生怕我听不懂 还有我再说一次英文 哈哈哈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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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他没有有人会打招呼呢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大妈也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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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看一下周围这边有什么吧 但是还是尽量不要拍佛像了 我觉得对神灵不太尊重 我来这我发现有很多人 不停的对着神像一直在拍 我觉得 有点没有礼貌 所以我不太想拍那些东西 那我们就看一下 外观吧 我们慢慢往前面走 真的有一种奇异博士里边抓拍的那种感觉 我要去这里边去 没有想到还要再买一次 又花了三本块钱 谢谢 看来只要一买票 用票就没人了 这里边人就少了很多 出来就是各种先买票 买票 我还以为是一个像 没有想到真的有人在这 哇 好漂亮 非常漂亮 这种千年古迹真的很震撼 这个帅哥一直给我微笑 这种多好 哇 这是中国建的 上面写着中国元件 好清晰啊 我发现在尼 那个尼泊尔根 孟加拉这样的国家 到处都是中国元件的 什么桥了 路了 还有各种建筑物了 都是中国 满满的自豪感 这是我今天麻烦了一个学生 然后给我制作这个视频 这感觉真的很舒服 人特别少 然后历史建筑物 沉淀也比较多 最开心的是 在这看到了很多中国元件 这个东西 这是我最开心的 我觉得真的来尼泊尔了 来孟加拉了 很多很多中国元件的 还看到很多华人 我觉得很开心很温馨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 再去哪呢 我也不知道 先休息一会吧 今天天气 要好很多 要不 要是今天要下雨的话 我就不想来这了 行吧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 看一看 这个地方真的是 超级超级有历史沉淀感 ok go 三口 从这里进来之后呢 我们都可以明显的看到 很壮观的建筑物 更壮观的是什么 看这里 中国政府元件尼泊尔加多满都 神庙修复项目 中国政府元件杜巴广场修复项目 突然为祖国感到好自豪啊 我们在为历史在做贡献 然后现在跟我一块玩的是 一个学生 一个students 然后他现在跟我学生一模一样 哈哈哈 今天说什么也得把裙子全部弄脏了 因为看到壮观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而且周围这有很多 特别好看的东西 但是这人也不让拍 也不是不让拍 不让进去 这里边我觉得特别震撼 里边有 池子里边有很多这个柱子 还有很多那个雕像之类的 但是不让进去 我说进去吧 显然不太礼貌了 怎么办 就给你简单拍一些视频吧 我们去找一些能让进去的地方 好多鸽子 好多鸽子 但是要下雨了 拍不出那种感觉 我们现在进入大厅里边了 特别壮观 这应该就是古代的时候大家住的地方吧 中西结合 有西方的这种建筑 但是也有东方的美 这是龙 但是这边又有西方的 我发现这个时期的东西真的比较昏了 就是中西结合的也特别多 现在我到了地下室了 他这放了很多枪还有刀 这里边有一种防空洞的感觉 挺凉快的 这是古代打仗的时候 大家会把这个东西都放在下面 以备保护自己 看来古代人呢 一个比一个爱惜自己的生命 谁不想长久活着 这介绍了18世纪 这个加德满都 这个城堡的历史 我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城堡 太热了 现在他这一楼地下车有个阳台 就是刚才我去这地方能看到里边这 我现在就这 这两块下吧 他里边什么没有 电线没有 什么也没有 哎呀 特别开心今天认识了小哥 然后他现在要回去了 so you will go to study now you will go to study yes 然后要回去学习去了 我们分开了 现在我要回去了 因为马上大雨就要过来了 刚才问了几个出租车司机 看看回去多少钱 我不害怕又干嘛我 因为来的时候他给我是要了很多价格 大雨即将要降临 不知道为什么 来泥泥波尔这段时间 因为是雨季 各种雨 特别大特别大 我觉得一场大暴雨即将要来临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雨 我看心情吧 我不打算跑了 就是能躲就躲 躲不过就算了 一大团无雨 所以看心情走路吧 在这都已经习惯了 隔三差五 没一会儿就是 又是晴天又是雨天 习惯了真的习惯了 我看这个人都不着急 他们不着急我也不着急 可是我穿了这一段 怎么办 不管了不管了 我要再走十几分钟才能到 这边这个雨比什么来的都准时 这边这个雨比什么来的都准时 刚才坐上速度车了 但是他不知道 我那条路这么近他不知道 我又下来了 就能来这个店 很多人都在这避雨 好大的雨 干别了 出来玩就这个月就一直避雨了 大家都开始躲雨了 我刚才又出去了一会儿 我觉得不下了 没有想到刚走 我连没两坡这雨又特别大了 现在雨太大了 然后我完全走不了了 然后他们这几个碰到几个学生 他还让我猜他脸书 他还让我猜他脸书 耐心总大吧 我刚才让他猜 哈哈哈哈 他刚才让我猜他是哪个国家 我让他猜我是哪个国家的 我说你猜一下我是 中国还是韩国还是日本 猜不出来 雨这么大 我没想到他们特别喜欢下雨 哈哈哈 你吃不到 我刚才我说你进来了 刚才雨挺湿的 他说没事还挺喜欢下雨 我看他吧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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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了一个车往前走呢 然后现在师傅把这个 这个表给关了刚才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关表啊 他说这个什么什么 说一堆理由 我说你别关 因为我知道这下楼怎么走 大家想骗我 他刚才就把这个给关了 他现在又把这个表打开了 就是出门在外真的 反正要警惕这一些 这个是还有打开的 刚才还关了 终于到了终于到了 OK 拜拜 拜拜 下次不能关这个了啊 对 下次再来不能关了啊 OK 气死我了 刚才差点给他发火 OK 走了走了 谢谢